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为我们讲经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讲的一些经 释迦牟尼佛在哪里学的 谁叫他 没有啊 没人叫他 他为什么能说 自信 薄弱智慧 自然就会说 他有这个能力 他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 不是他独有 他不是一个特别的人 普通跟我们一样 换一句话说 他有的 我们全都有 只是他没有障碍 可以随时现前 我们虽然有 现前有障碍 遇到困难了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智慧的能不能进去 障碍是什么 最重要的障碍就是 坦诚吃满意 所以佛在金教里头 时时刻刻鼎铃我们 这个东西要断了 要放下了 要死掉啊 我们学久了 这些话了 二叔了 可是 问题来了 我们依然迷糊 电头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我们烦恼习气太重了 进阶一线前 立刻被进阶所转 自己做不了 如何才能做主 如何才能做主 不在职责有个我 职责有个我 这个念头是错误的 我有没有 有 真有 不是这个身体 但是也包括这个身体在内 因为能心 能生的 那个自信呢 才真正生活 能生万法 能心万法 包括我们的身体 大臣教上所说的 宇宙从哪里来的 万物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来的 全是自信 所身 所信 自信是能生 能性 万物是所身 所信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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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自信 所信 的万法 是一 不是二 叫能 所 不二 你如果 你如果把它 分成二了 你就 错了 那不是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 是一 不是二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 我跟释迦摩尼弗 我跟阿弥陀佛 我跟一切众生 我跟树木花草 山河大地 我跟整个宇宙 不二 这个看法 是正知 正见 那么现在是几人 你给他讲这个 他不真人 他说我们头脑有问题 在这里胡说八道 他认为他的头脑没问题 把四十真相全看错了 看错了 才又流到轮回出来 才认为这个麻烦可大了 如果不是佛出世 没有任何一个人 对四十真相了解的那么清楚 佛跟我们说 你说多难 我们的看法想法跟他完全相反 他现在要纠正我们 我们不相信 我们怀疑 我们说 我认为他这些都是神话 到什么时候 我们才会相信 才会接受 才会依旧风险 才能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舍法界 信一信 从哪里建立 从自己建立 你要信自己 每个人都会说 我相信我自己 我相信我自己 没错啊 佛认为你自己本来是佛 你信不信 不相信 你看看 不相信我 不相信我 你看看 不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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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这一切的境界 都在眼前 而是 我们真的不得看错了 想错了 还认为自己 看法 想法 是正确的 佛菩萨 古生 献献 都看错了 都想错了 现在经过 科学的分析 认为这是真的 科学家 今天也遇到了难题 少数科学家 发现了 事实真相 说出来 现在科学家 不相信 虽然不相信 人家有试验的 事实存在了 物质现象 分析到最后 物质没有了 物质的本质 是什么呢 是念头 波动产生的幻想 根本就没有 物质这个东西 这是有凭有据 你没有办法 你不能不相信 物质既然是 念头变现出来的 那么念头 绝对能够 影响物质 这就是新的科学理论 出来了 以心控物 用意念来控制物质现象 这个四世真相 佛说了很多 三千年前说的 现在科学家发现 也是这个书法 我认词 你没有办法